我赔了段真十年 从冷宫到东宫再到他登基 后来 我听见他说 他身份低微 怎么配坐镇的妃子 我恍然发觉 原来十年的时光 竟这么廉价 段真被立为了太子 皇上快不行了 眼看着段真就要登基 但他却突然要我去边疆送一封信 他看着我的眼 郑重地说 他只信我 于是我带着一对精兵出发了 死去 路途遥远 三个月后 我才风尘仆仆地归来 再次瞧见段真的时候 他身着红袍 身旁站着一个清秀端庄的女人 镇北将军的孙女 江晋月 江晋月是有名的才女 他出身武将世家 却饱读诗书 颇具才情 这样的才华 长相 加是段真会喜欢上他 这一点也不奇怪 而我 不过是个孤苦无依的小宫女 傻子才会选我 李乐声奏响 拉回了我的神思 我看见段真牵起了江晋月的手 他们二人并肩 一步步登上了御阶 原来 今天是丰厚大典 她叫我去送什么信 只是为了支开我 我又不会跟她闹 何必要折腾这一遭呢 要我做皇后 是她说的 我做不了皇后 也是她说的 从始至终 我都没奢望过什么 我和段真 是在冷宫里相识的 段真的生母身份低微 性子又怯懦 先皇不喜欢她 自然也不怎么喜欢段真 后来 段真的生母受不了冷落 头颈自呛了 非凭自呛 是为不及 先皇怒气无处可发 于是把段真扔进了一座废弃的宫殿 叫她去替母赎罪 段真身为九皇子 却一天的荣华日子也没过上 屋子漏风漏得厉害 段真用旧衣裳堵住门窗 躲在被子里发抖 每年的腊月风寒 她就是这样抵御过来的 我曾给她带了些胡窗的纸 她却从来舍不得用 她把纸压在被褥下 抬起亮晶晶的一双眼 只能写字 能画画 我留着有用的 我还给她带过一把破损的纸扇 那扇子是我捡来的 三皇子在湖边扔扇子丸 不小心将扇面扯烂了 她随手就扔了 我却偷偷捡了回来 我听丹叔姑姑说过 三皇子的扇子都是名家所画 一花一叶都值千金 她扔掉的这把 一面提着两句 枇杷行 另一面寥寥几笔 勾勒出一副水中山月 我把这把废弃的折扇送给了段真 她很高兴 拿出纸笔临摹了好些遍 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拿出了一把完好无损的扇子 我惊讶地比对着两把纸扇 段真写的那一把 纸质稍差了些 但上面的字画 却与那位名家的毫无分别 她兴冲冲地揽过我 我想到赚钱的方法了 咱们可以卖字画 后来她写字画画 我偷偷带出宫去卖 就这样攒下了不少钱 我将银票塞进她怀里 说好的 一人一半 她对我说 植丘姐姐 我会让你过上最尊贵的日子 我歪着头 最尊贵的日子是什么样 三皇子那样吗 她摇了摇头 不够 我想让你过皇后那样的日子 我被吓坏了 呆滞了一阵后 我慌不择路地跑开了 她就在我身后 咯咯地笑 一个被厌弃的皇子 自然是没有工人照料的 就连吃时 也都是些冷硬的盛菜 单树姑姑疼我 常给我留些点心 而我会攒起来 偷偷带给段真 她吃起点心来像个小仓鼠 吃两口 就要抬头看我一眼 仿佛是怕我跑了 那时 她十四五岁了 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却瘦得像竹竿 我思来想去 给她弄了些肉来吃 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皇后娘娘喝汤剩下的 皇后身子不好 每日都要喝鸡汤鱼汤 但她只喝汤水 炖汤的肉自然是不吃的 我厚着脸皮跟单树姑姑讨要 只说是自己嘴馋 她笑着捏我的脸 问我天天这么贪吃 怎么却不长肉 我当然不长肉 肉都长去段真身上了呀 皇后的膳食自然是顶好的 哪怕是炖完汤的鸡 都香得不得了 我忍遮馋 把一整只鸡捞出锅 小心翼翼地包进油纸里 我怕鸡凉了 赶紧揣在怀中 一路小跑给段真带了去 段真 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 段真放下手中的笔 跑到门口来迎接我 她满眼笑意 说有个礼物要给我 我却手忙脚乱地把那只鸡扔到了她手上 快 快接着 妈呀 一路上烫死我了 她愣了一下 将那只鸡重重搁在桌子上 伸手就要来扯我的衣裳 我赶忙躲闪 惊呼 你干嘛 她还是沉遮脸 给我看看 是不是烫伤了 我脸红得要命 段真 九皇子 我好歹也是个女子啊 男女瘦瘦不亲 你知不知道 她愣了一下 耳根也染上一抹飞红 我推着她走到桌前 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来的 你快吃 断真打开那包油纸 眼神一下直了 我都听见了她咽口水的声音 但她却没急着吃 而是将油纸包好 又放了回去 直秋 你哪儿来得及 不会是偷的吧 哎呀 你别管这些了 赶快吃 她拉住我的手 我饿几顿不要紧 你别再犯险 万一被人发现 你是要挨板子的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放心 我没偷 这是皇后娘娘煲汤剩下的 赏给了丹叔姑姑 姑姑又给了我 她终于放下心来 扯下一个鸡腿 给 你也吃 我不跟她客气 接过鸡腿就啃 那个傍晚 我们二人对着一棵枯树 吃得满嘴流油 她从怀里掏出一根木簪 说是给我的生辰礼物 她红着脸说 是我自己雕的 不太好看 你随便带着玩玩 我这才注意到 她手上有不少伤痕 她刷得将手藏到身后 叼的是小兔子 看得出来吗? 我忍着眼底的失忆 笑着砸她的肩膀 什么小兔子啊? 看着像个大白菜 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说谎了 其实那兔子叼得活灵活现 生动极了 我在她床底发现了一堆木簪和木屑 她为了手上的这一根 不知炼废了多少木料 十二岁的段真 总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话 直秋姐姐 你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后来她大了一些 个子也高了 她又不停地对我说 直秋 以后我保护你 再后来 她答应我 会给我一个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只当她是在开玩笑 即便她在落魄 也是皇子 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小宫女 主资和奴才是一家 却永远也不可能是一家人 段真却总是着急地拉住我的手 你不信 我说到就会做到 我发誓 也许是她说了太多遍吧 我好像真的信了 我真的以为 自己可以和她并肩而立 直到将近月的出现 她站在段真身旁 衣媚飘飘 恍若仙子 众人皆在称赞 郎才女貌 好一对碧人 而我只能穿着板正的功服 站在人群最后 手里端着美酒佳肴 眼帘低垂 我只是个宫女 宫女是没有资格在主资面前抬头的 段真的野心很大 这一点我也是慢慢才发现的 突然有一天 她问我 愿不愿意帮她 我讶异 你这话说得没良心 我帮你帮得少了 她看起来有些犹豫 这是有风险 我更讶异了 还能比倒卖 假话更危险 段真失笑 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那日 我终于知晓了她的计划 皇后无子 但母家有权有势 也有能力扶持一位皇子登位 满宫望去 哪个皇子都有母亲 谁能比段真更适合呢 年幼师母 无依无靠 段真教了我一番话 让我去不经意地劝说丹淑姑姑 继而劝说皇后 那时候 段真不过十五岁 我第一次觉得 她的眼睛深不可测 从那以后 我会挑准时机 跟丹淑姑姑聊些趣事 我说 儿时遇到一条野狗 我瞧她饿得鸡肠鹿鹿 便给了她一个肉包子 谁知道 这狗视我为恩人 跟着我跑了好几里路 还卧在门口不肯离去 又说到刘公公 说从前她是做杂活的 她那时身子瘦弱 干不了重活 成日里被打骂 皇后见她年纪小 于心不忍 便赏了她几服药 又给了些吃食 如今 刘公公一路坐到了内务府总管 但她却始终记着恩情 对皇后忠心耿耿 说一不二 丹淑姑姑听了后 眼带笑意 苦日子过惯了的人 即便是随手撂下一颗糖 于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恩德了 又有一日 皇后娘娘扶着鹅 探自己为何没有孩子 我鼓起勇气 跪下去给她捏脚 娘娘 你跪为一国之母 满宫的孩子 不都是您的 皇后几乎是立刻就明白了我话里的深意 丹淑姑姑也突然想到了什么 娘娘 奴婢突然记起 齐兰宫还住着为九皇子呢 她自小缺一少时地略微送些东西过去 也是天大的恩情 我也适时地添上一把柴 这么说来 这位九皇子孤苦无依 定能视娘娘为生生母亲 皇后吩咐道 去打听打听 九皇子今年多大了 这是要紧 丹淑姑姑亲自去探查了 她向皇后回禀 九皇子约莫十四五岁了 吃穿用度都被克扣着 饿得面黄肌瘦 皇后一听 男眼眸中的兴奋之意 真是可怜 好好的一个孩子 养成这样 我却在偷笑 心想 段真为了减肥 特地饿了自己好几天 还找了好几件又脏又破的衣裳 为的就是让皇后看到她的惨状 后来 皇后用了些法子 把段真接到了昆宁宫 段真从冷宫里的弃子 变成了皇后亲自教养的九皇子 事虽成了 但我心里总觉得有些愧疚 丹淑姑姑待我很好 可我却利用了她 段真总敲我的脑袋 说我笨 我当然会更用力地打回去 我要真是笨蛋 怎么能混成丹淑姑姑的小跟班 怎么能混到皇后宫里当贴身大宫女 我顶嘴 齐兰宫四面都透风 要不是我 你早冻死饿死了 她不反驳 只是看着我笑 段真住进昆宁宫之后 我宫顺地跪在她面前 喝道 恭喜殿下 得偿所愿 她不悦 一把将我拉了起来 我依然垂折眼 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段真住在齐兰宫时 我能打她的脑袋 能和她称兄道弟 可她如今 是尊贵的九殿下了 我不能再见月 段真还要说什么 我喃喃道 从前我有个小姐妹 她叫洛春 殿下知道她怎么死的吗? 段真醋眉 问 怎么回事? 洛春身材曼妙 三皇子看上了她 想收作侍妾 那日 洛春是欢天喜地地坐上小轿子出门的 可第二日 就传来了她的死讯 为何 我望向天边 洛春是皇后身边的宫女 三皇子是贵妃的儿子 三皇子不过是一时兴起 皇后也只是随口一应 贵妃也只是心里有些猜忌 万一洛春是奸细呢? 万一她有所不轨呢? 总之 洛春一条鲜活的命 就这样潦草地葬送了 所以 丹淑姑姑红着眼 对我说 你给我死死记着 奴才的命不是命 只是顺手用惯的物件罢了 我们不过是物件 主子若是想扔 想换 想送 都是一身手的事 丹淑姑姑还说 要想活着 就要永远保持自知之明 永远不要痴心妄想 我做到了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不会去想 也不敢去想 我不过是个宫女 段真搬入昆宁宫后 我能帮她的事就几乎没了 她建立了自己的人脉 不必再通过我去跟外界联络 我以为我和她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 但她却趁着夜色 偷偷潜入了我的卧房 好几天没理我了 你该不该打 我慌不择神 生怕会引来旁人 九殿下 您疯了 她正色 别这样叫我 我局促地抠着被子 殿下 夜凉了 您早点回去歇息吧 歇什么 起来 跟我去个地方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她一把拉起 就这样跌跌撞撞走了一路 居然到了祁兰宫 段真的手心微烫 这热度顺着手指蔓延 一路着到了心肩 段真递给我一个盒子 今日是你生辰 每年都给你准备礼物 今年也不例外 她顿了顿 又补充道 以后也不例外 我看着眼前精美的幕盒 却不敢打开 段真出声催促 快打开 看看喜不喜欢 盒子里 一颗硕大的夜明珠静静躺着 月色倾泻而下 星河也争相洒落 但一切的一切 都不及那颗夜明珠的璀璨 许久后 我才找回了自己的一点声音 殿下 我配不上这么好的 段真却伸出了手指 虚 别说话 夜色寂静 我仿佛听见了两颗心跳动的声音 段真拿起珠子 往上抛了抛 我的心也随之高高掉起 她突然开口说 以后把这颗珠子 镶在你的九凤冠上 我连忙捂住她的嘴 殿下 你瞎说什么 九凤冠是皇后娘娘才能带的 我捂住了她的嘴 却捂不住她眼中的笑意 那一刻 什么月光星光 什么璀璨明珠 都不如她的双眼清亮 我恍然觉得 我这一生 能有这样一刻 便也够了 我身份低微 没办法好好保管夜明珠 段真说她先替我收着 等日后做好了官 再给我戴上 后来那颗夜明珠的确是镶在了皇后所用的九凤冠之上 只是皇后不是我罢了 江浸月容色轻利 夜明珠光滑璀璀 二者配在一起 方教相得益彰 段真第一次见江浸月 是在皇后的寿宴上 那时 皇后笑着拉过江浸月的手 对段真说 阿珍这是本宫母家的小侄女 她是第一次来京城 你带着她四处转转 段真也含笑应了 我豁然记起了 皇后娘娘也是姓姜的 皇后让段真和江浸月接触 自然是想促成一段姻缘 江浸月羞涩一笑 叫段真 九哥哥 皇后将她的手放在段真手上 月儿就交给你了 你得护好她 段真扶手 是 江浸月是名门贵女 食指不沾阳春水 所以她手指纤细 肤如凝枝 段真握着她的手 就像握着一块美玉 她曾经也拉折我的手 为我细细涂抹着洞窗药 那时的段真 嘴上笑话我的手 说又红又丑 肿得像猪蹄 但她眼里溢满了心疼 年少时的眼神总是干净而纯粹的 不像后来的段真 双眼像一潭深水 怎么也忘不到底 我如今算得上是混出头了 能站在皇后的左后侧和丹淑姑姑病里 眼前的一对碧人真是万分扬眼 我悄无声息 将双手藏进衣袖 藏得严严实实 段真带着江晋月在御花园里赏眉 刚下过一场雪 江晋月兴奋不已 像之灵动的御土 她蹲下身 用手捧起一把雪 九哥哥 我在江南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在她身后 适时劝道 江姑娘 雪寒伤身 随后 我恭敬地递出手炉 江姑娘 快抱着暖暖 若是动坏了手 皇后娘娘要怪罪地断真拦住了我的动作 无妨 她喜欢就多玩一会儿 母后若是怪罪 有我担着 我便收回了暖炉 自己揣在怀里 不一会儿 断真又绕到我身侧 小声说 天这魔朗 你自己拿者 给别人做什么 江晋月 也就是图个一时新旗 没一会儿便顽腻了 说要去别处走走 她吸着气 撕 冷死了冷死了 快把手炉给我 我连忙递上去 还贴心地帮她拢好了衣袖 我果然还是不惊动 不过是在雪地里站了片刻 脸已经冻红了 真是小姐的身子 丫鬟的命 断真突然说 想活动活动 于是将斗篷脱了下来 叫我替她拿褶 我疼不开手 她又笑道 哦 纸秋拿不下了 那就受累 帮我劈一会儿吧 她细心地为我记好 下次别跟来了 太冷了 你以为我想来啊 要不是皇后娘娘派我盯着你们的一言一行 我才不来 谁要站在这里 看你们轻轻我我 回到昆宁宫后 我便去皇后那里回话了 皇后对二人的相处十分满意 又叫我多盯着些 我低头回道 是 断真又约了江晋月在檐下赏月 她在屋内点了炭火 还背下了点心和热酒 虽有些疯 但坐在炭火前 倒也不冷 断真和江晋月聊者诗词歌赋 说着闻人笔下的月色 又说到江南的山水 断真不知记起了什么 突然轻笑了一声 说来 有缘 我画的第一幅画 就是一幅山岳图 描绘得正是琵琶行中的那两句 江晋月也晚耳 这么说 是罪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江晋月 随后 二人心有灵犀地笑作一团 而我只觉得 心里好像漏了个窟窿 寒风直直吹了进去 江晋月突然问道 那附画还在吗 断真犹豫了一下 才说 还在 我想看看 好 断真吩咐了几句 不一会儿就有人端着盒子来了 断真将那木盒打开 拿出了一柄陈旧的纸扇 江晋月看着扇子上的画 惊叹道 画得真好 不过看起来有些旧了 九哥哥 这是你什么时候画的 我闭上眼 心里算了算 十年 刚好 整整整十年 断真一开口 到今天 正好十年 我心里轻颤 眼神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江晋月也惊讶道 这你还记得呀 断真轻笑 你瞧 这扇子上不是提了日期吗 风一吹 我又冷静了 后来 他们聊了什么 我完全没听进去 真是要命 回去该怎么向皇后回话 我死死掐着自己的手 逼迫自己聚精会神地去听去看 我听见江晋月娇称地向他讨要一幅话 段真问他 想要什么样的 那就劳烦九哥哥 为我画一幅雪中美人图 好 不久后 段真成为了太子 他搬进了东宫 开始参与朝政 听闻他整日忙得脚不粘地 皇后满意之余 叫我送些汤药过去 给段真补补身子 我端着石盒 到了东宫 里面装着的是百年老深炖的乳鸽汤 可我却突然记起了段真十四岁时的样子 那时的他正在抽调 个子修长 但浑身瘦得各手 十四岁的段真 只能吃皇后炖汤剩下的鸡肉 二十岁的段真 住在威严奢华的东宫里 炖汤的药材都是百年起步的 若是他记起曾经的那段时光 大抵会觉得万分屈辱 但我又总是生出些妄想 他会不会也和我一样 怀念着十四岁的段真 带路的小太尖叫了一声知秋姑姑 换回了我的神 我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段真的书房 他也许是累狠了 正伏在岸上歇息 他手边放着一幅画 画中江山皆盖着白雪 中间几笔红色 勾勒出了简单的身形 这是江晋月的那幅学景美人图吧 这么忙的日子里 他也没忘了对江晋月的承诺 我轻手轻脚地放下了乳鸽汤 但转身离开的时候 却被他拉住了手 知秋 你好久没来看我了 一来又要走 是不是找打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拉入了怀中 段真的气息吐在我脖梗处 挠得人心肺脾脏全都养了起来 我挣扎者要起身 殿下 段真却怎么都不肯放手 别动 让我好好抱一会儿 许久后 他低声道 知秋 江晋月要当太子妃了 我呃了一声 这不是世人皆知的事吗 她是太子妃 但不会是皇后 知秋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太子殿下慎言 别总叫我慎言慎行的 她将额头抵在我发间 夜明珠就放在我床头的匣子里 我说到做到 我这几日总是愣神 皇后娘娘许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笑着问我 知秋 本宫乔者 你对太子像是有些情义 我心里一惊 吓得连忙跪在地上 这孩子 本宫不过是随口问一句 怎么怕成这样 我心虚道 奴婢自知身份低微 不敢有非分之想 皇后放下手中茶斩 道 太子的女人 不会只有月儿一个 后宫事物繁杂 她也需要人帮扶 我死死攥折手 不敢回话 你是个安分的 人也聪慧 沉稳 直秋 本宫问你 你愿不愿意做太子的侍妾 扶持月儿坐稳后卫 我还在愣着神 丹淑姑姑着急道 知秋 说话 我终究还是俯身 叩手道 奴婢愿意断真得知了此事 当晚又翻窗进了我的卧房 我听见一阵稀疏 一睁眼就瞧见断真坐在我床边 我连忙拢一起身 太子殿下 她神色冰寒 语气不渝 皇后叫你当我的侍妾 我嗡了一声 又赶忙解释道 殿下 不是我做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却完全不听 直接堵住了我的嘴 那是断真第一次吻我 她似乎有些失控 死死将我孤在怀中 勒得我有些疼 最后 她捧着我的脸说 知秋 我没有再怪你 不过是一句很普通的话 我却不知怎地 刷得流了两行累下来 太子的大婚定在了三月 眼下距离三月有些近了 时间紧 婚事也无法大操大办 实在是仓促了些 但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 我只是个侍妾 自然是不能与太子妃一起过门的 皇后娘娘说过 要等将近月有孕后 我才能入东宫 我顺从地点头了 但断真怎么也不肯同意 半夜里 她又坐在我床边 几下把我咬醒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她说什么 你都答应 我忍不住笑了 殿下 我是个宫女 又不是公主 皇后就是要我死 我也不敢不从啊 断真一下子绷紧了嘴角 皱着眉道 你瞎说什么 嘴上没个忌讳 她神情严肃 我便没再笑 平日里不敢抬头望她 此时夜深人静 趁着月光 我终于敢仔仔细细地看她 她轻瘦了些 她比从前高了不少 手掌也宽厚有力 她的眉眼更英俊了 面色也沉稳 不怒自威 许久后 我俯上了她的脸 说 殿下 我理解的 要做太子 就必须娶姜姑娘 断真冷笑 大不了 我不当这个太子了 我心里发酸 真想顺着她的话说下去 让她带着我远走高飞 再也不回来 但我深知 这不可能 她不过是说了聚气话罢了 已经坐上了太子之位 哪里会反悔呢 我闭了闭眼 柔声劝道 这婚事是皇上下旨亲赐的 殿下难道要抗旨吗 断真不说话了 我叹了口气 接着道 殿下 前宫尽弃四个字 谁都不想听到昆宁宫的桃花开了 我迎着东风 末地发觉三月已经到了 断真的那附雪中美人图也终于画好了 从腊月到三月 她精雕细琢了许久 如今 这幅画被当作了聘礼 送往江南 和数不清的珠宝锦段放在一起 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 江浸月可以问断真讨要一幅画 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为什么不敢呢? 江浸月什么都有了 她有太子妃的身份 有数不清的聘礼 还有断真精心绘制的雪景图 而我只想要一幅普通的画 一幅断真亲手所作的画 这应当不过分吧? 那晚 我对断真说 殿下 我想要一样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向他开口讨要东西 断真有些惊喜 想要什么? 就是天上的月亮 我也给你摘下来 我轻声道 我想要一幅画 嗯 什么画? 殿下 为我画一幅画像吧 断真挑眉 画你 嗯 殿下 就画我吧 至少 让他记住我的样子 三月初八 江浸月穿着正红色的喜袍 嫁入了东宫 太子气宇轩昂 太子妃秀丽端庄 我远远看去 只瞥见了大片大片的红色 我从不知道 红色竟也会刺目 刺得我眼底干涩 那一晚 断真洋装醉酒 没去江浸月的房里 他把我骗到了书房 说有事要和我商议 我端着一碗醒酒汤 却对上了他一双清明的眼 殿下 你没醉 醉什么 他从背后揽住我 在我耳边说 今晚 咱们圆房 我推开他的手 殿下 今日是你和 和太子妃的大婚 你该去他那里的 他抬起我的下巴 问我 你舍得 我不说话 泪水却悄然饮满了矿 断真继续说 你要真舍得 我现在就去 我咬着唇 无声地流下泪珠 知秋 我再问你一遍 你要不要和我圆房 你若说不要 我立马就去找江晋月 我终于崩溃 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我谨小慎微许多年 那是我做的唯一一件措施 第二日 皇后就得知了此事 她冷着脸 赐了我一碗碧子汤 我跪在地上认罪 然后仰头把它灌了下去 皇后沉声问 昨晚是太子妃要宠幸你 还是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我抬眼 一字一顿道 殿下喝醉了 意识不清 是奴婢勾引了殿下 皇后本是要将我送去东宫做侍妾的 如今太子宠幸了我 他又改变主意了 原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 谁知竟也如此不知羞耻 还没去做侍妾 就勾得太子为你神魂颠倒 若真让你去了东宫 哪里还有月儿的立足之地 我扶在地上 奴婢知罪 任凭皇后娘娘发落 皇后掀了掀眼皮 你就在昆宁宫 好好当你的宫女 本宫会给你找个庄护人家 将你风风光光地嫁了 多谢娘娘恩赐皇后那碗婢子汤要性强烈 夜里我肚子疼得厉害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断针又来了 他将我轻轻揽入怀中 为我擦拭额上的汗 我就静静地靠在他身上 他开口道 对不起 我咬着牙 忍住眼泪 殿下 你回去吧 他总得去和太子妃圆房的 知秋 你还记得我为什么要做太子吗 我当然记得 他那时说 要让我过上好日子 再也不受一点委屈 他还说 要我做他的皇后 做他唯一的妻 但路走得远了 初心总是会变的 他已经摸到了全世 已经站在了顶峰 又怎么能折返 把目光投在一个宫女身上 我干巴巴地笑了两声 殿下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谁还会记得呢 我记得呀 他说过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都深深刻在我心里 可这些话 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就够了 我将额头抵在他肩上 任由泪水浸视他的衣衫 殿下 你可以忘掉 全部忘掉 他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只是抱我抱得更紧了些 我知道 他大抵士 已经做出了抉择 两个月后 太子妃有了身孕 皇后笑得合不拢嘴 握着她的手 不停地称赞 段真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她坐在将近月身旁 紧钻折手 神色僵硬 她甚至不敢看我一眼 她在怕什么呢? 怕我揪住她 问她为什么背叛誓言吗? 我当然不会 因为从始至终 相信那些誓言的人 只有她自己 时间一晃而过 将近岳父中的孩子也有五六个月了 不知她怀的是不是双生胎 肚子要更大些 我的生辰也到了 这一年 我二十三岁 段真依然没有忘记给我准备礼物 这也许是她唯一还能遵守的诺言吧 我打开她送来的匣子 见里面是一幅画 画上是我 十三岁的我 少女穿着宽大的工服 手里提着石盒 笑叶如花 我轻浮上去 画得真好 我将画卷起来收好 放在了床头 我和段真终究是有缘无分 枕着这幅画入眠 或许还能在梦中相见 但很可惜 我什么也没梦到 一日 将近月道士来了 我跪下行礼 太子妃安康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她俯着肚子 冷哼一声 她给你画画了 我没有承认 但她不信 叫身后的人来搜 不搜还好 这一通搜茶 将段真送我的所有东西都给翻出来了 将近月冷眼看着这一桌子东西 有她亲手做的发簪 锦囊 花灯 有她托人从扬州买的腌制水粉 还有昨晚 她送来的那幅画 将近月气得很了 嘴里念叨着 你的命 停什么就这么好 怎么所有的污糟事都要落在我身上 她又命人在外头点了一把火 要将我这些东西尽数烧掉 我当然不敢去拦 我只能跪在地上 看着火焰攀起 将我所有的过往吞噬殆尽 段真大概是坐稳朝堂 无需将家助力了 她发了好大的脾气 狠狠掌乖了太子妃 太子妃吓得很了 跌坐在地上 见了红 这事是丹叔姑姑告诉我的 我乍一听闻 手上没留绳 打碎了茶盏 丹叔姑姑问我 直秋 你最近怎么心不在焉的 我连忙蹲下身 去收拾地上的碎瓷片 她拉住我的手 你怎么回事 我颤抖着声音问 姑姑 太子妃她 她和孩子 没事吧 孩子保住了 没什么大碍 太医说多加休养就好 我心下安定了些 那就好 我在心里祈求 祈求段真别再来找我了 但夜里 她还是来了 直秋 她稳住我 让你受委屈了 殿下 太子妃怀有身孕 你不该动手打她 我知道 我也是气狠了 她烧了你的东西 我脑子乱成一团 什么都顾不得了 如今 段真送我的东西 只剩了那颗夜明珠 她说要镶在九凤冠上的夜明珠 那颗珠子放在她那里 但我们都默契地没有提起她 段真恳切地问我 你再信我一次好不好 我一定要你当皇后 直秋 你还信我吗 或许是被月光晃住了眼 我竟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我听见自己说 好 我信你 沉沦并不可怕 清醒的沉沦才可怕 而我每走一步 都认真看着脚下 我天真的以为 自己绝不会陷入泥闹 段真还是食言了 皇上身子不大好了 他眼看着就要登基 他却突然要我去边疆 送一封信 他派了一队精兵 护送我出了京城 一路往北走去 出发前 我问他 为什么要我去 他看着我的眼 说 知秋 在这世上 我只有你了 又说 我只信你一个人 我自然同意了 这次北行 路途遥远 三个月后 我才回到京城 我听闻 先皇驾崩 段真已经登基两个月了 期间 四皇子同振国公勾结 想要逼宫造反 段真手持长剑 将四皇子斩于殿前 又以雷霆手段清理了诸多内患 收回了兵权 这三个月 京城里属实是风云诡诀 惊心动魄 将近月也顺利诞下了一位公主 今日 正是丰厚大典 我抬头望去 只见地后二人并肩而立 段真牵着他的手 一步步踏上了御街 我又听见有臣子劝他 让他充盈后宫 开之散业 也有人说 皇上 那个宫女知秋容貌甚佳 宁可将他封为妃子 也算是全了这些年的情谊断真不悦 道 他身份低微 怎么能坐镇的妃子 我这才恍然大悟 他叫我去送什么信 或许只是为了支开我吧 毕竟 他亲口做出的最后一个承诺 也没能实现 只是为什么非要折腾这一遭呢 他明明知道 我根本不会哭 不会闹 我甚至不会去质问他 我站在段真身侧 陪着他在公道上走着 走了许久后 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我仰头去看 发现是祁兰宫 祁兰宫年久时休 破败不堪 院子里杂草丛生 到处都是各脚的小石子 段真不知踩到了什么 突然亮呛了一下 我连忙伸手去扶 却发现我的手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 怎么回事 我瞧着自己近乎透明双手 猛地响起来了 在回京城的路上 我似乎是死了 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 痛得我无法思考 我听见段真对着院子里的树楠楠道 知秋 你怎么还不回来 祁兰宫里有两棵梧桶 许多年前 我们曾在树下玩闹 他说要给这两棵竖起名字 一棵叫小秋 另一棵叫小珍 十三年过去了 没想到他还记得 心脏的位置好像空了一大块 我怅然想着 若是传来了我的死讯 段真会不会为我流几滴泪呢 这几日 正物堆积如山 段真昼夜不停地披着奏折 即使到了深夜 大殿内也灯火通明 众人劝说道 陛下 您歇一会儿吧 段真揉了揉眉心 问道 李卫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我记起来了 护送我北行的 是段真养的一批暗卫 李卫正是十几个人中的队长 段真看起来焦躁 无比 他已经几夜未眠了 如今不停地在岸前踱步 朕当日送他出京 就是为了护住他 如今局势稳了 京城里也太平了 可他却迟迟没有回来 若早知如此 朕把他藏在东宫里就行了 何必要送得那么远 我愣住了 段真将我送走 竟然是为了保护我 段真撑不住 扶在岸上睡了过去 我飘到他上方 看着他近日画的这些画 每一幅都是我 从十二三岁到二十多岁 他手下压着的这幅 是我穿着急服 戴着九凤冠 垂首站在他身侧 我忍不住轻笑了两声 段真每一幅画里的我 都是眉眼低垂的 这也难怪 我平日里总是低着头的 从不敢正眼去看他 想来 他也记不住我抬头时的样子 天有些凉了 邓公公捏手捏脚地为他披上一件外衫 却把他给弄醒了 段真直起身子问 我睡了多久了 邓公公跪着 回 皇上 您只睡了半个时辰不到 段真揉了揉手腕 又问 李卫呢 暂时还没有消息 话说完 邓公公大气也不敢出 我苦笑 心道 你问一百遍也没用 我们回不来了 这时 外面又有小太监来禀报 说是皇后求见 我这才猛然发觉 这么多天了 将近月似乎一次都没出现过 不知怎地 邓公公突然开始磕头 求着段真恕罪 我实在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直到我看见段真缓缓站了起来 他被骑手 面色如同寒冰 神情威严 我看见段真一步步走到门口 掐住了那个小太监的脖子 你刚刚说什么 谁是皇后 邓公公爬了过来 扶在段真脚下 皇上饶命 皇后娘娘去送信了 还没回京城呢 他嘴笨 说错了 我一头雾水 怎么将近月也去送信了 这时 小太监又说 皇上恕罪 奴才说错了 不是皇后娘娘 是江氏 江氏求见 段真终于放开了她 让她滚进来 片刻后 江近月走了进来 跪下问皇上安 他说 公主啼哭不已 臣 臣女恳求陛下 让臣女带公主回江南 段真瞥了她一眼 不如 让你带着她去守皇陵 也算是告慰先皇的在天之灵 皇上 公主她毕竟是您的亲妹妹 求您网开一面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江近月的女儿 是段真的亲妹妹 这是怎么一回事 段真又说 你当日欺负之秋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 江近月哭道 皇上 只要您让我回江南 我保证躲得远远的 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 还有姑母 她也会老老实实待在昆宁宫里 不再过问您的任何事 断真冷笑 当日你姑母逼我娶你 还给知秋灌了辟子汤 你觉得 这些恩怨能一笔勾销? 你明明该做那老东西的妃子 凭什么要强塞给我 原来 江近月初入宫的那次 被先皇强要了 皇后将她从江南召来 本是想叫她和断真接触的 谁知在公宴后发生了变故 皇上酒后失态 趁着四下无人 将她给玷污了 皇后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 气得摔了十几个花瓶 而江近月也哭着要自尽 但两日后 事情出现了转机 他们发现 皇上根本就不记得那日的事 皇上是在亭子里要的她 月黑风高 根本没人听见看见 皇后给了江近月两条路 一是做皇上的妃子 二是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嫁给断真 江近月起初还在犹豫 怕自己失了针 断真不肯接纳 但皇后宽慰她 说断真想登位 就需要江家的扶持 她不敢不从 江近月思来想去 选了第二条路 皇上垂垂老矣 而断真年轻英俊 她自然会选后者 再后来 江近月发现自己有孕了 这是无法耽搁 于是就这样定下了 皇后匆匆择了婚妻 挑的是最近的日子 江近月就这样带着腹中的孩子 嫁入了东宫 断真忍辱腹中 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原来她没骗我 她对我说过的所有誓言 每一句她都在认真实现 她一直在等 等自己站稳 等自己大权在握 可如今 她真的坐拥天下了 却再也没有机会 亲口向我解释 断真去看了小公主一眼 还是心软了 孩子还是无辜的 她将江近月和公主送往了江南 让他们再也不要回来 宫殿里寂静无声 九凤冠已经做好了 就放在她手边 断真打开匣子 将那颗夜明珠握在手里 就这样坐了一夜 天亮后 她换来了邓公公 去找最好的工匠 把这颗夜明珠镶在九凤冠上 然后 她对着我的画像笑了笑 提笔写下一封诏书 我本是没有姓的 多年前 我们坐在树下 看着落叶飘洒 那时断真问我 知秋姐姐 你姓什么呀 我挂她的鼻子 我哪有姓呀 知秋这个名字 还是皇后娘娘赐的呢 那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想姓什么呢 我想了好久 说 那我就姓叶吧 你看 叶子能飘得很远 要是碰见大风的话 还能翻到宫墙外面去 那知秋姐姐 你要是叶子的话 你想被风吹去哪里呢 我又想了好久 那我就去宫州吧 我大概是宫州来的 而且那里有山有水 风景也好 我看她一笔一画 在册封皇后的诏书上写下 滋尔宫州夜市 温宿书惠 明德维新 原来她什么都记得 李渭回来了 她身负重伤 跪在殿内向断针禀报了我的死讯 断针讹脚青筋抱起 死死咬着牙道 你再说一遍 皇上 回京路上遇见了反贼 那批人马是四皇子残存党羽 臣等实在是寡不敌众 知秋姑娘他 不幸身亡了 断针猛地一脚将他踹翻 朕只叫你做一件事 就是护好他 朕千叮宁万嘱咐 定要全须全矣 毫发无伤 李渭倒在了地上 断针没有放过他 他蹲下身 拳风狠狠砸在李渭的脸上 他出事了 你怎么敢活着回来 没有人敢去劝 李渭大口大口地咳出鲜血 贪倒在地 口中喃喃道 臣有罪断针起身 颤抖着手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人在哪儿 断针想来找我 但他病倒了 这段时间 他一直 担惊竭虑 不眠不休 用膳 也不怎么规律 如今又咒文恶好 以致病气入体 他发起了高烧 昏迷不醒 不知他做了什么梦 不停地说着胡话 有时叫着知秋姐姐 有时又严肃地喊着知秋 后来 我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 知秋 你再信我一次 即使他神志并不清醒 邓公公也不敢懈怠 我听着他叙叙叨叨地汇报进程 说九凤棺的珠子已香好了 皇后的宫殿也修起完毕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那日看到的并不是丰厚大典 而是新地的祈福之礼 而那时他说的话里 我少听了几句 他说的是 他身份低微又如何 知秋是正妻 就该坐在皇后之位上 怎么能坐镇的妃子断真答应我的丰厚典礼 准备得隆重盛大 皇后遗仗 吉福 凤印 一切都备齐了 那些东西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宫殿里等着他们的主人 我坐在他身旁 在他额间落下一吻 段真 我没有怪你 你快点好起来吧 段真醒了 他面色苍白 手脚都使不上力 但他拖着病体 不顾劝阻地要去找我 李渭说 我是掉下了山崖 段真就带了一对人 要自己下山去找 终究还是找到了 只是我这副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 段真紧紧抱着我的尸首 气不成声 真是难为邓公公了 刚刚忙完我的丰厚大典 又要忙我的丧事 他小心翼翼地问段真 皇上 要将皇后娘娘葬在哪儿呢? 段真才继位 陵墓还未开始修建 我又该葬去哪儿呢? 段真先是说 自然是葬在皇陵里 日后要与他合葬 后来他沉思许久 又改了口 若是 若是他还在怪我 不想与我合葬呢? 段真辅了辅我的画像 轻声道 或许他想回宫州 其实 比起宫州 我还是更想待在他身旁 但段真当然猜不到这一点 他以为我怨他 恨他 不肯再见他一面 知秋 你定是对我失望透了 就算是在梦里 你也不肯来见我 知秋 我好想你 我这才知道 自从我死后 他再也没有梦到过我 不久后 段真找来了一堆江湖术士 若是谁能让他梦到皇后 可赏金千两 结果这些大师都没什么本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怎么也梦不到我 段真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最后灰败如枯木 他又病了 本来身子就没好全 他又接连服下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急得直掉眼泪 都是什么破大师 骗他吃下奇怪的丹药 还说什么吃了就能有故人托梦 还有个和尚 让他放一碗血 将血封在坛子里 和我一起下葬 这样 来时他就能找到我 与我再续前缘 段真怎么这么傻 那些人说什么他都信 还都一一照做了 段真不停地折腾着自己 身子怎么也不见好 又有一日 他穿着单薄的衣裳 坐在奇兰宫的梧桐树下 凉风吹过发烧 他猛地咳了几声 早知道就不去什么坤宁宫了 我们就一辈子在奇兰宫待着 不是也很好 知秋 你说 还能不能再重来一次 我眼中含泪 摇了摇头 段真又在风里坐了许久 后来天色暗了下来 他咳得惊天动地 知秋 我这副身子也脱不了太久了 你再等等我 好不好 再等我最后一次 这次 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解释给你听 我拼命地摇头 我想拉他起来 让他回去 别坐在这么冷的地方 别在这里吹风 但我只是个灵魂 我的手一次次穿过他 什么也碰不到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已在树干上昏睡了过去 他将所有人都拦在了奇兰宫外 吩咐他们不得入内 邓公公在外面招极地转圈 却不敢闯进来 我拼命地呼叫 让他们快点进来 把段真带走 去叫太医 但没人能听见 我心一横 往段真身上撞去 终于入了他的梦 段真看见我的时候 愣了好久的神 他颤抖着嘴唇 直秋 是你吗? 我什么都没说 直直扑进了他怀里 他抱着我 狠狠地抱着 像是要嵌进自己的骨穴中 他手脚慌乱地替我擦去泪珠 直秋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他紧张得不得了 说得语无伦次的 我又一次捂住了他的嘴 我说 段真 我都知道了 我不怪你的 他哽咽 我接着说 九凤冠 我看到了 皇后遗仗 我也看到了 段真 我不想去宫州 我想待在京城 一直陪着你 他说 好 段真 你别急着来见我 你要做一个历经图治的好皇帝 要让民心安稳 朝堂有序 段真没有答应我 但我看到自己的身形正在消散 我知道 他的梦就要醒了 我了解他 我知道他心里已经做好了选择 段真是挑得起重担的人 在其位 成其择 他做了皇帝 就会努力做好 段真的梦醒了 他唤了一声 叫邓公公传太医 邓公公 连忙拿折斗篷踏进来 踢在他肩上 皇上 您快喝口热汤 段真接过了他手里的碗 喝汤的时候 他突然抬头 往树梢间看了一眼 我恰好飘到了这里 大约是要去投胎了 我身子越来越轻 飘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然后 我做了一场大梦 梦里 我还是那个十二三岁的宫女之秋 段真还是那个啃着点心的九皇子 我们在奇兰宫里玩闹 爬到梧桐树上摘叶子 他揪着我的衣袖 甜甜地叫我的名字 我低头去看 发现他的眼睛亮得出奇 我看见自己敲了敲他的脑袋 嘲笑他脸上脏兮兮 而段真乖巧地仰起头 认真地说 知秋姐姐 我以后娶你好不好 一阵风吹过 我听见自己说 好 好